小朋友你好 叔叔你好 你这是在干嘛呢 我在扒洋狱 扒洋狱啊 小朋友 叔叔方便现在打听个事情吗 可以啊 什么事 就是你是住在这附近吗 对 这就是我家 这是你家 是这样的 就是叔叔是你姐姐的好朋友 就这次过来专门找他的 那你姐姐不在家里吗 他上山干火车 应该马上就下来了 那你看叔叔就是能不能在这 等一下你姐姐啊 可以 可以啊 叔叔 好 谢谢啊 谢谢 那这小朋友真懂事 小朋友 你太乖了 你今年几岁了呀 我今年12岁了 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琪琪 叔叔叔叔 啊 姐姐回来了 姐姐回来了 啊 你好 啊 没没没事没事 你好 你 你要不先把东西先放那吧 好 给你坐着 哎 好 谢谢啊 没事 就是首先呢 我给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舒强 是从陕西这边过来的 我这次回来就是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呢 就是找一个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人 其次呢 就是看看我的老房子 就是方便问一下 你是一直住在这里的吗 是啊 我在这里都住了两三年了 那这个房子是你的吗 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就是让你们住过来的 我看这房子也一直没人住 我和妹妹又没有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搬过来了 那你这不怕房主会突然回来吗 怕呀 但是我和妹妹实在是没有住的地方 我来告诉你 这家房子的主人在一年一年的时候 全家人都一块到上海去做生意了 这家房子的主人名字叫舒健 儿子叫舒强 我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来看看我们的老房子 在我的印象里 我们家的老房子应该早就倒塌了 但是我没想到 他不仅在这还屹立着 而且还住了两个人 大哥 这房子是你的呀 对 不好意思啊大哥 我早该想到的 这房子一直也没有人回来住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的允许就擅自住进来 你看是这样吧大哥 我现在身上总共还有1800块钱 我把1000块钱都给你当房租 剩下的800块钱 我要留着给妹妹上学用 不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不是 是我的错 大哥 我不应该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住进来 我也应该承担起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不能选择逃避的 大哥 你看看 就 剩下还需要我给你多少房费 等我下个月发工资了 我再给你 行不行 这里就住了你们两个人吗 对 那冒昧的问一下 那你们的父母呢 我们的爸爸妈妈 不要我和妹妹了 啊 那你方便和我说一下吗 大哥 不怕你笑话 其实 我爸爸妈妈 在我妹妹五岁的时候就分开了 自从我妈妈走了以后 我爸爸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成天出去打牌 喝酒 也不归宿 一回来了 就打我和妹妹 甚至 他把家里所有的机器都拿去打牌了 没事妹妹 你不妨大胆地和我说 你就把我当成哥哥一样 真的 你把你的事情都吐露出来 没事的 你会这样会好一些 妹妹 不好意思啊 让你想起了伤心的事 但是你看 也许是远在天边的奶奶 她也想你了 生脑病死是自然规律 只是奶奶换了一种方式离开 去世是她最终的归宿 不要太难过 也不要太伤心 当现实不能改变 我们只能学会坚强 花开花落 世间万物都有始终 节哀顺变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不要心里总想着这件事 想想这个世界上 还有好多你没看见过的事物 就替他们看看吧 我们生活需要向前 但是生活必须向前进啊 不可能因为你的悲伤 跟着你一起悲伤 所以你要收起悲伤 一切都会过去的 我相信你的奶奶 她在天堂 也不想看到你哭 也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 再一次我们作为子女 不管父母怎么样 但是百善孝为先 我很能同情你的遭遇 但是你一定要坚强 我们一定要坚强起来 好不好妹妹 嗯 谢谢你啊大哥 给我说这么多 妹妹 你看外面 这会儿也下雨了 要不我们坐进去说吧 好不好 好 大哥 谢谢你今天给我说的这么多 我一定会坚强的活下去的 我相信你 妹妹 世界是美好的 我相信好的都在明天 等着我们呢 加油 嗯 大哥 其实也不怕你笑话我 在爸爸把我和妹妹赶出来之后 我听说妈妈改嫁到了这边 然后就带着妹妹过来了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在镇上一边打工 一边照顾妹妹 想联系到妈妈 但是一直也没有她的消息 我现在身上只有1800块钱了 这1000块钱你先拿着 剩下的800块钱 我还要给妹妹留着当 当学费的 大哥 剩下的钱我一定会想办法给你的 你再给我点时间 好不好 妹妹 你先听我说 我呢 有一个决定 你先听我说完 我这个老房子充满了我太多儿时的回忆 我这次回来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 她已经是一个坍塌的存在了 但是我没想到 她真的还屹立不倒的屹立在这里 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们了 妹妹 房租呢 我就不要了 大哥 不是妹妹 你先听我说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 首先我得感谢你们 正因为有你和妹妹住在这里 这个老房子 才能这么有烟火气 才能这样屹立不倒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你和妹妹呢 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去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这个房子 毕竟年代有点久远 你们就安安心心的住下去 房租不用给 然后妹妹 我在这边呢 也有一些人脉 到时候给你帮忙 打听你妈妈的下落 毕竟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嘛 真是谢谢你了 大哥 但是 这一千块钱房租 你还是拿着个 没事妹妹 你听我的 就这样 好不好 妹妹 就是我很久也没回来过了 我想看看这个老房子 你看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我先去转一转 好 哎 妹妹 就是房子 我这边刚才已经 转完了 就你们 安安心心的在这住 就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这房子 就年代比较久远了 真是谢谢你了 大哥 没事 这还得感谢你们 能把房子 照顾得这么好 这个是叫 小旗是吧 旗旗 旗旗 那我就先下去了 因为这外面 不是下雨了嘛 就准备坏 准备走了 哎大哥 你要不吃个饭再走吧 吃饭 吃饭会不会太打扰你们两个了 不打扰 就我们两个 你只要别嫌弃就好了 我怎么会嫌弃你们了 就害怕就是不方便 方便的 方便 马上就好了 这会外面雨正大着呢 等会吃完饭再走吧 你们这会已经在做饭了 马上就好了 那就太谢谢你吧 应该是谢谢你大哥 好那我就留下吃饭了啊 行那你转一会儿马上就好 哎好好好 哎呀 甜甜 你这给我做的啥好吃的 你家的坛都拿上来了 哎呀好重啊 哎呀 加肠面吗 啊 甜甜 咋我看这个面就是 不太合我胃口 就看着没啥食欲太白了 不是哥 啊 这还要配上我的菜的 啊就是你说 这个坛子里面装的是你 做的那个咸菜 然后我配这个面条 是不是就咸菜就面条 不是咸菜 这是姜片 姜片 哎呀 你家的姜片还能腌着吃 对呀 剁椒姜片 剁椒姜片 哎呀 你家的姜片还能剁椒着吃 啊 我们山里人就这样吃啊 冬吃萝卜下吃姜嘛 啊冬吃萝卜下吃姜 对呀 吃姜对身体好 吃姜对还对身体好 我给你加点啊 行行你给我来点 我先尝一下 尝一下 这就是那个 泡椒姜片 哎 天天 这个吃起来会不会比较辣呀 很香很下饭呢 很香很下饭 很好吃 啊行 我先尝一下 哎 这第一次吃着 先弄一块弄一块小的 嗯 怎么样 好吃 好吃 特别脆 特别爽口 是吧 嗯 我们山里人就这样吃 早上吃粥的时候 或者是炒菜的时候 放一点提提鲜 哦 你们平时都这样吃啊 对啊 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哎 哥 要就面呢 哦 就是 我要把这个姜片 就是和在面里面 就拌着一块吃 是吧 对啊 哎呀 试一下试一下 还没这样吃过 尝一下 尝一下 嗯 嗯 怎么样 这个 这个 配这个面 这特别解腻 吃起来特别爽口 特别脆 这个特别适合夏天吃 是啊 我们山里人 就是一到夏天就吃姜片 哦 这就是你刚说的什么 东吃萝卜下吃姜 对对对对 东吃萝卜下吃姜 我再来 再再吃上一口 行 你都吃点 吃上一个 吃上一个 吃姜也对身体好 对对 嗯 好吃好吃 嗯 哎 田田 啊 就你这个 剁椒姜片是咋做的 咋这么好吃啊 我们这啊 嗯 是用那个当季的新鲜生姜 切成片以后 放进这坛子里 然后放上调料 腌上一段时间 就可以吃了 就是放在这个 就 坛子里面腌制出来 然后就这个 呃 剁椒姜片 对啊 哎 田田 啊 那你这个剁椒姜片 在哪有卖的 就是我想买上一点 你喜欢吃啊 对这 这么好吃的这个剁椒姜片 我给你装两罐 你拿回去呗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剁椒姜片这么好吃 我肯定要让我身边的 亲戚啊 朋友啊 还有啊 我的好朋友 都让他们尝一尝吧 真的太好吃了 好吃哈 哦 那他们要买的话 你让他们点我头像吧 去我直播间买 哦 在你直播间买 对啊 那这个 剁椒姜片应该很贵吧 你看 现在市面上的生姜 你到市场去买都得好几十一斤呢 不贵哥 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一罐的话是280克 到手是两罐 560克 啊 合下来都一斤多了 对啊 呃 三十块都不要 而且还包邀到价 哦 三十块都不要 哎呀 这也太划算了吧 我得赶紧吃 吃完 我赶紧去你直播间抢 行 那你快吃 这太好吃了